返产一姐说,返产一姐的大咖干货不容错过 今天听倩姐给你说新加坡返产2019新区域划分专题 新加坡的黄金中心区域乌节路一带 乌节路位于新加坡的中南部 是亚洲最著名的购物街 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甚至比南京路还要更有名 乌节路全长大约只有2.2公里,不算很长 但地段是新加坡最黄金,地段寸土寸金 它位于新加坡邮区第9第10邮区 其中以第9邮区最为黄金地段 新加坡顶级豪宅区也坐落于此 乌节路上的奢华与精品酒店 大型购物商场特色餐馆错落 沿着乌节路的林荫道漫步前行也是一大享受 我个人就特别喜欢走在乌节路的大路上 享受这个林荫道的感觉 在新加坡住在乌节路 但凡你告诉人家住在乌节路就太漏了 因为有些地段如果你告诉别人邮区或者具体路名 作为大概的地址信息会比较好 例如第9区或者住在罗宁商路 听这名字就觉得比较高大上了 当然如果你住在其他区域是可以说区域名的 比方说洪商区 新加坡的顶级豪宅区大概集中都在9和10区 他的著名街道包括阿摩博克 Clipmore Road, Neeson Hill, Joe Hill Road, Scots Road, Orchard Road, Patterson Road, Grange Road, Norny Hill 这几个街道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豪宅区的街道 这是新加坡最老牌的豪宅区路名 在乌节路的上段环境隐秘优美 一般大户型的200区以上的大户型价位会是在1000万新币以上 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个Scratcher and More Scratcher and More位于8号 and More Park 这个只有34个单位的永久地气新楼盘 在2017年的8月 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以6000多万新币惊人的成交价 创下了新加坡豪宅交易记录 这个957平米的超大顶层单位 卖给了这个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 Arjunto Severin 持价高达5825金币每方持价 然后另外一个豪宅New Futura迎风 位于16到18号的Rony Hill 去年年头刚建成之际 翻盘出来卖 成为去年2018年乌节路豪宅中的爆款 其实它能够成为爆款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 因为罗里山屁邻 乌节路购物山圈 前面是山圈 后面有一条小道 很妙的是 弯一下就上了一片小山坡 那里清幽人稀是真正的捞中取近 迎风在罗里山的地势较高的位置 占地面积不错 是少数的乌节路永久地气大型项目新楼盘 所以它有一个稀缺性 房型上是新党新楼盘的较大的户型 两栋楼仅有124个单位 南面高楼可以看到无遮挡的海景 它鉴于开盘的时机正是新加坡返场复苏之时 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难怪会受到高净值人士的喜爱 去年1月开盘时 短短4天均价800多万的大户型 我是说800多万新币的大户型四房呢 卖到仅深一间 足以看出它受欢迎的程度 由它带动的买气 直接带动了整个新加坡其他区域的成交量和购买热情 除了顶级豪宅以外呢 乌节路90游区的其他居民区 例如River Valley河谷区和Holland Village 荷兰村区也集中了一些豪宅公寓 新加坡最好的地段 地段第九第十游区中 其中第九游区最为黄金地段 从Selvish的研究来看呢 200万以上新币的公寓单位75%以上都是外国人 由此可见高净值人士的理念就是要买就买最好的 事实也证明好地段更保值 升值也比较有潜力 而从2014年起 中国买家人数呢 也成为新加坡外国买家第一名 可见近年来 新加坡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喜爱 其中乌节路的公寓便是他们最受亲爱的地点之一 乌节路返产走向也是新加坡返产的风向标 总是优于总体行情一点点 因为通货喷上印出来的钱 它的流向是固定的 先流向富裕的人 再流向一般的人 先流向财富富裕区 再流向其他地区 他动则新加坡其他地区闻风而动 所以关注新加坡返产 要关注乌节路一带的返产走势及成交量 乌节路一带返产经过2013到17年的15个季度的打压呢 在我看来是打压过头了 过去两年处于相对低的位置 现在刚刚复书已经看到了秀猛的展示和成交量 特别是目前豪宅频频成交 底部向上是买入的好时机 这期我们介绍了新加坡环境中心区域 乌节路一带也了解了一些楼盘和见闻 更多信息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这些平台 找到我们更详细的信息 还想听更多吗 找我的微信号问码吧 这里有很多小伙伴 等着和你一起交流 返产一解说 你不能错过的大咖实战攻略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